接着我们从这个画面里面 是不是很清楚的就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 不同的促销活动 以我们流通大师的这个学习模拟竞赛软体 是不是很清楚的会有四个促销活动 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王牌周年庆 第二个不同的换季 第三个会有商品的特卖 第四个就是都没有做选择 而不同的促销活动会对不同的产品 产生有的帮助比较多 有的帮助是不是比较少 所以如何选择正确的促销活动 来呼应自己的营业目标 这是很重要的 而同时也要去考虑到消费者的生活形态 跟你目前的组合 有没有做良性的搭配 这就是我们这两个画面里面 希望能呈现 让大家感受到的 谢谢大家